好 接下來這一系列我們要來 利用 Undo 低度 水度 或者Substance Painter 我們來講解一個 次世代的範例 那我的模型呢將會從 Recape360也就是照片建模的方式成形 那這裡先簡單說明一下照片建模的 強大 這一個 是位於四川紅牙洞的 賣場門口一個雕像 一個將軍的雕像 那我一共只用手機拍了這麼幾張圖片 13張 那就成像 就成像了 好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資料是足夠的 甚至於連這個文字都呈現 這我有做3D列印 是一個很好的 列印的示範 當然呢因為只有13張照片 所以後腦袖這邊並沒有資料 不過這部分呢 如果我只是要連形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這個模型呢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範例就是 第一個 它符合照片建模的物件的幾個需求 沒有 高光反射 好 然後不會有鏡面 沒有透明度 沒有毛髮類的東西 沒有大塊的唇色 所以它的成像效果非常好 也只要13張就能成像 好這是第一個要掌握的原則 再來呢我們來看下一個例子 出去玩的時候如果你看到一些像這樣的雕像 千千萬萬馬上開始拍 作為你的 資料記錄 好 所以呢 可以看到 好 愛染冥王像在這裡 一樣 成像 只不過呢 周圍也太多東西了 好那為了避免這個狀況 可以看到旁邊這邊照片都有個黑塊 請你把不要的地方在Photoshop裡面 好用 套手工具選起來以後填黑 不要的區域 套手工具填黑它就不會辨識這些區域以後 我就可以得到乾乾淨淨的這個區塊的 愛染冥王像 那 再來當然就是把它輸出了 太快 退一個進來 好 因為這是免費版的所以我只能downloadobj檔 好 那接下來呢就進入 3DS Max 拓譜的部分 好 這個是沒有清 照片所形成的3D model 你會發現呢 周圍有非常多的 有了沒有的東西 那如果要用這個的話 就很麻煩的 我們要清掉很多 物件 而且呢 這些物件都會佔有 我們的 少數的資源 就是在計算的時候 運算的時候的資源 所用掉的面數 好 那 因此呢 最可能 是以乾淨的模型為主 好 所以像這個 我就得花時間清掉別的 當然這裡面數其實還是很高 好 也足夠 重新拓譜以後取得 足夠的資料 但我們還是來看 單純 用修飾過的照片所取到的模型 好 那新的答案 Input進來之後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把它轉正 因為預設的 角度的問題 它的 方向 方向待會再重新校正 我好像轉反了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從TOP4窗去修正 好 大致上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 那我以背板為 水平對車對的位置 高一點點 大概台座高於地面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做 清理的動作 那個菊花也成像 好 右鍵 Conversion EditablePoly 先把這個單獨的獨立物件清掉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好 你可以用選的去切 不過呢 這邊我比較建議直接 使用 slice 切片刀 切片刀的方式呢 直接對 slice 做控制 等一下 要下切片刀之前我們先做一下 Editor Transform Toolbox 先做一下 好 Reset 好 因為這樣等一下切片刀出來才會剛好跟這邊大概平 好 我抓的位置應該還可以 好 像這樣子 那slice出來以後 再調整slice的位置 先往下 其實這個台座 根本不需要TOP 不過我想取材質一起取到一些 所以我們大概 我大概抓到這裡 然後 remove button 再加一個slice 好 如果你覺得底下有個洞不好看的話 可以在 remove button以後呢 再做一個 recap 的mod file 好 但我們這邊不需要 所以這邊直接 做這個操作 好 因為滅速 的關係 移動上有點慢 好 那這個板子後方就全部放棄了 因為這個原版 要自己重建比較容易 我們就讓他後方全部放棄 OK 好 那就乾乾淨淨 還剩一點東西 右鍵 conversion party 好 啊 可以看一下他的 這個 Gizmo 框架 好 符合 應該沒有別的物件在外面了 就可以 就乾淨了 那當然有一些 孔洞 這部分呢 得花點時間 處理一下 因為這個面數的關係 這很驚人的面數 你不能直接去做 當然可以啦 我們直接這樣做一次 caphole 好 那他會整個 封起來 整個封起來 那這裡會怪怪的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判定點 好 那所以呢 在這裡 在caphole 然後我們要找到這個角落的點 這個點 對到 另外一個角落 這個點 做一下 connect 那他這樣子就知道 底線在哪邊 然後這邊在哪邊 好 那 網格面亂七八糟 或者 這裡還有一點東西要清理 看起來我的 這邊好像清得不乾淨 檢查一下 這裡有一塊 東西清掉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做 再reset x phone一下吧 好這個reset x phone 不嫌多 順便處理一下位置好了 z 軸在minima 然後 x 不對 太快了 x y center z軸 minima 這樣應該差不多 好 reset x phone 然後按origin 把物件 按center 把物件移到 世界坐標中心去 那這樣他就在 世界坐標的中心點位置 以我的系統單位 基本上是公分來講呢 10公分 這比我預設原本的 拍到的物件 小了一點點 稍微小了一點點 但是還好 OK 好 那 那接下來 這個可以關掉 我們就會進入到 很繁瑣的流程 draw on surface peak surface 距離 0.05 0.05 step build 太早了 先做 topology 好 那 topology當然最簡單 就是從中間 不管3721 好 那剩下再來想辦法了 totally draw new object 把這一片變成新的物件 好 就這一片 看一下f4 它會顯示這個樣子 把它變半透明好了 Auto X 不好看 好 待會再處理那個方式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使用 scape build 從臉可以開始了 但這個線這個材質可能現在有點干擾 所以 可以打開材質編輯器 滴管 吸 好 然後create extender 丟過去 先把它弄乾淨 但是保留舊的材質 在家裡有著好 那我就可以開始做 State build的動作 因為 這個模型在這 0.5太遠了 改成 點0 1 用conf指令 推進去 繼續回到State build 那因為這種模型我其實只需要 取得 大致的資料 並不需要非常細緻的 資訊 所以呢 我們就要取大概的形就可以了 這跟做真人臉的拓幅不一樣 好 然後 像這個 頭髮這個角度這樣 除非 我們在視覺上可以從很奇怪的角度看到他這個樣子 不然就不需要做 出 這個 結構 好 好 我們只要讓他 我這樣做好了 好可以過來了 這樣子 好 其實做出來也可以 因為我們的面數應該是綽綽猶豫 可以做出基本的 這一組祈福 好 就是風波鼓 Ctrl Auto Shift 三個鍵一起按著就可以做移動 好這部分就沒有那個 說真的 這個操作的時候沒有 3D code來的直覺 好就是 這種拓幅的時候他3D code在這部分還是比較 直覺一些 好 那如果有需要收三角形才行就讓他收三角形 不管他 好沒有人沒有人要你展現 現在叫你展現完美的拓幅 這個東西做完 即使上面有三角面 我沒有要再做一次雕刻就沒有影響 好但如果這個拓幅完是要再做進 麻麻重雕的就不要不要這樣子做了 我現在是求 拓幅完成一個low poly面數的東西 那進了遊戲引擎都是 DRAX的model 他自然都會變成 三角面的顯示結構 好 對 所以同學如果 拿 現成的model來說是你做的 我們只要一看線架構 就知道了 從 遊戲引擎零戰線中利用3DRIP類的軟體RIP出來的 必然是三角線架構 當然同學如果有能力 使用 將三角線架構轉成 四角線架構的外掛做出力 但是當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我相信你就不會 用現成的model做 為你的作品 好 那我想接下來可能要花一些時間所以這段影片大概就先錄到這個部分然後我會繼續把它完成 先錄到這個部分 先錄到這個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